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踹倒第一張骨牌 歐洲市場將多米諾時崩盤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經濟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在本週三的分析中我們有提到 歐洲的經濟衰退風險其實遠高於美國 不論是通脹壓力、供應短缺、國債規模膨脹 乃至央行加息的滯後 都比美國經濟的大環境更加的危險 雖然市場中討論的熱度不足 但已經有不少機構開始做空歐洲的股市 就在昨日 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喬水披露 已經壓住了105億美元做空歐洲的股市 規模就要商周做了一個翻倍 不過單從價格的表現來看 本週歐洲市場卻並沒有承受太大的壓力 以昨日的市場為例 歐元區發布了極差的PMI數據 恰逢歐市開盤 歐洲的股指攜帶歐元同時下滑 不過就在數據發布後 歐元和股市開始背離 歐元水平正到股市卻大幅度反彈 將所有的電幅全部補回 所以美國股市小幅度反彈 這背後的短線邏輯非常的簡單 數據越差、加息越慢、股市越好 對歐洲央行緩慢加息的僥倖心心理 還在為多頭提供信心 然而這種信心就如同空中樓閣 當風雨來襲將瞬間倒塌 歐洲央行堅持緩慢加息的原因 在於其認為通脹仍然是暫時的 同時加息無法影響到外部通脹 而解決外部通脹的最直接有效的辦法 依舊是歐盟和俄羅斯和解 這也是歐洲股市大漲的唯一可能 然而想要和解並沒有那麼簡單 對目前歐洲各國的執政者而言 支持對俄制裁只需要面對反對黨的質疑 而放棄制裁則需要面對美國的譴責 和黨派內部的分裂 數清數眾一目了然 既然無法和解 央行的加息便成了唯一選擇 歐洲的加息速度很有可能在年底 跟上並反超美國 此外 歐元區的壓力不僅僅是來源於加息 還有國家債務降級的風險 最近俄羅斯在償還歐洲債務時 使用的是歐盟堅決不接受的盧布 如果被判定為債務違約 整個歐洲在疫情期間擴大的 龐大國家債務將受到牽連 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 一旦第一張牌倒下將連帶整體崩盤 2011年的歐債危機便是如此開始 從歐洲指數一小速度來看 在其他指數紛紛大幅度反彈之時 歐指卻明顯受阻 遲遲無法突破前高的封鎖 從形態上來看 K線形成的相體震盪結構 3500整數位大觀提供上方阻力 所以俄烏戰爭而來的空頭 正在籠罩在歐洲的古指上方 戰爭剛開始的兩周裡 歐指大跌16% 而同一時間每止才跌5% 這種崩潰的行情很有可能在近期重演 左側逢高做空歐指是主要的交易思路 可以考慮在3500、3600和3800幾個位置入場 也可以等待價格下穿3400關口後跟隨做空 入場時機可以配合日線GP2.CCI趨勢指標 下穿-100線的強勢空頭信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英國方面有5月份零售銷售月率 德國方面有6月份IFO商業景氣指數 美國方面有6月份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